試過大大小小的婚宴 到底婚宴商的拼酒文化 有多恐怖 讓他和大家一起來 這酒來講比較有感覺 其實已站在我們婚庫 這個是什麼酒啊 紅酒啊 真的假的 真的假的 我喝給大家看 有沒有 它還是一樣啊 還是一樣啊 最可怕的是 奉勸大家低酒不沾好不好 少喝啦 新郎新娘來敬酒 用這個酒杯不錯 對啊 用這種道具酒 這個叫做謙卑不醉 謙卑不醉酒 那其實 其實以我們的立場 真的是酒對婚禮來講很重要 它是氣氛助性的工具 酒能載舟 亦能復舟 但是其實我們看到很 慘烈的 就是像業務員啊 這種排隊喔 排隊 那紅包一進場的時候 不給紅包啊 就是在敬酒的時候 排了30個人 主管帶著 員工 客戶 等一下等一下 一般的婚禮都是 我進場先給紅包 對不對 還有一個收復的地方 他沒有先給紅包 先不給 就為了 到時候敬酒 你一定要喝完我這一杯 才能拿我手上的紅包 太過分了 喝了一杯 才能夠得到一包紅包 是啊 那你結婚你也想收啊 只好一杯一杯喝了 詭計多段 利誘就對了 對 給予利誘 這種喝酒 給予利誘 這種喝酒